我真的太羡慕现在这些年轻人了 动不动花个20万 就能买到超过50万的车型体验 废话不多说 今天来带你们仔细看一看这台 全新的Uncle V S 这晚回来你就说像不像吧 一整套这个炫黑的运动套件 全新一代这个飞檐展翼的前脸 配上这个飞鸟之一的LED大灯 真的无处不张掩它年轻化的一个设计语言 再加上它这个非常运动的宽高比 可以说是一台好看又好开的 高性能中心SUV 来直接坐进去试试 一上来最吸引我就是怀挡式的电子排挡 还有这个三幅平底的方向盘 同期别里我是没有见过 比它更有运动基因的主架设计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内饰材质 都是这个软质的包裹 非常的扎实 而且一个沙发一样的座椅 坐得真的很舒服 它用的是一个高档的一个Moly真皮 有38度的真皮工艺和双硬度的发泡优化 中控上金钻切割的电控按钮 还有就钢琴烤漆的按键 无数部彰显豪华质感 然后就是它这个30寸的6K曲辨大屏 这个在油车里边真的不多见 在同期别里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关键是它不仅仅只有这个大屏 车机智能化做得非常优秀 8155的芯片 你看这个操作非常的流畅 而且别克呢 也给车主提供了很多的车联网控制功能 也包含了很多实用的APP 像爱奇艺啊 喜马拉雅 蜜谷游戏啊 应有尽有 最厉害的是它这个语音系统 绝对不是鸡肋 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你好别克 请讲 导航去上海站帮我打开空调 前排空调开了 选择一个目的地吧 第一个 收到 你看反应很快吧 反应时间只需要0.3秒 而且25秒内可以去完成10个指令 而且它是双音区独立控制的 现在的油车的车机能做到这样的地步 真的很夸张 来我们现在把它开起来 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这台全新一代的Uncle S 还配备了L2级别的辅助驾驶 还新升级了HOLC1拥堵辅助 和低速全景360影像 这可以让你在堵车或者是狭小的巷子里 也不会手忙脚乱 而且我发现这台车加速很快 来试一笑 可以啊 2.0T的发动机 加上9AT加48V的黄金动力组合 配上这个独立的后五连杆悬架 整个驾驶感受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个开起来的操纵感 非常像Makane 好的兄弟们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外形的SUV 并且喜欢电车的车机智能化 又喜欢油车的驾驶感受 那么这台全新一代的Uncle S 是你不错的一个选择 关键 现在现实价只要不到17万 还不充吗